賣到吃東西 好,請問先生會姓 小明 小明先生 小明先生,請問你平時最喜歡看什麼魔術 我給你點提示 聽到好有魔術對不對 很好,我今天帶一條繩子 繩子的魔術,來這是一條完全正常的繩子 你幫我繩子另外一邊,然後開始繩子 輕一點的舞台 這是要確定說,用一拉 一條完成,完全正常的 請問不要放手,不安慰 好,請問,各位有沒有帶剪刀 現在出門都不帶剪刀的嗎 有不上了嗎 這裡有 剪刀 好,因為我是魔術師嘛 所以平時我帶剪刀是很合理的事情 還蠻合理的 好,這個剪刀來幫 媽媽幫我先拿著一下 好,這剪刀呢 顧名思義就是要來剪繩子 我先考你一下 這個是繩子的右邊 這個是繩子的左邊 所以呢,最後得到結論 這邊是繩子的 右邊 中間 這個是繩子的中間 你那個茶谷裝的正式茶嗎 來 從中間幫我 要不要我先剪下去 好 這個地方 請問 繩子從中間 剪下去之後 會變成幾條 楊條 我以為你會答錯 我說 楊條 好,一看 剪完之後呢 一開始的上面可能會有點不太齊 接下來呢 我要做一件事 就是 讓這個繩子 恢復原狀 首先呢 當然一件事要先把上面這個地方剪緊 然後呢 開始 越剪越軟 這個剪刀呢 是經過 是非常厲害的 一把 三百多塊 剪繩子 就可以 跟剪 跟剪那個 針線一樣 這樣 結果 把它剪掉之後呢 你裝這 請再幫他放到哪裏 還必須要做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 雖然有點複雜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 可以學起來 首先呢 太複雜了 首先呢 先把左邊這條繩子呢 放到獅子跟中指的中間 然後呢 把 右邊這條繩子呢 放到拇指跟獅子的中間 再來這邊有個圈圈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呢 先晃過第一條繩子 然後呢 放到拇指 跟獅子的中間 但是又是剛才第二條繩子的 右邊 再來第二條 第二條繩子 第二條繩子 魔術工具 這叫 魔法棒 魔術師身上都會帶一把 有了魔法棒之後呢 還要配合 一個 咒語 叫做 我愛大柵欄 好 我們來試試看 講大聲一點 好來 一二三 我愛大柵欄 變 又會不原狀了 我愛大柵欄 連快根教的痕跡都沒有 很想學這個魔術吧對不對 沒有 謝謝 沒有很想學 通過一個試煉 第一個 那個試煉叫做 這個是繩子的 右邊 繩子的 繩子的 中間 因為你第一次知道了 其實你剛才會不會懷疑說 其實我在剪的時候啦 我有做一些見不得人的一些手法 應該有 應該有 這個是誠實的 小明是很誠實的 所以呢 現在由你來抄刀 從這個中間這樣剪下去 那等一下 你要分清楚 膚色跟白色 是不是一樣 然後剪到繩子變紅色 我們不能模式到中斷了 嘛 慢慢的剪下去 好 剪完之後呢 一條繩子從中間剪下去 就會變成兩條繩子 啊 我剛才可能沒有抓到正中間了 麻煩 你幫我 把這個 剪齊一下 好 很簡單喔 可以了 那現在呢 繩子剪齊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接下來的模組 你確定你茶谷裡面裝的不是酒嗎 你有沒有喝醉 你有沒有喝醉 大聲說 我沒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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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醉到一定程度都會這樣講 我再給你第二次機會 我再給你第二次機會 好 繩子 好 抓住 這個地方 然後我呢 從這個地方剪下去 好 剪完之後呢 就會變成 我覺得我有必要做一下酒精測試 好 先說 麻煩你這次先吹一口氣 你還真的想吹啊 你真的醉得不驚耶 我還真的想吹啊 長這個樣子 酒精測試 好 我覺得不要做這個 不要做這件事情了 來我們接下來要進入了 繩子復原的階段 麻煩他這個千里放 好 最後的 前面困難的交給我 最後簡單的 要先講咒語 然後再按下去 然後那個便 要講最大聲 好 可以嗎 首先要先把一條繩子 放到獅子中間 第二條繩子放到獅子中間 一個圈要跨過第一條繩子 放到第二條繩子的右邊 第二個圈圈要放到獅子中間 好 之後抓完之後呢 我愛大罩男 便 你可以放點感情耶 對 你坐了這麼久 你坐了這麼久 你居然覺得這樣子 第一條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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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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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已經通過失戀了,老實講 正式讓你學習,正式讓你學習這個魔術的精髓 好,當然這個精髓的第一件事,你就要先從中間剪下來 好,剪下去之後呢 就是上面,剛才我有做一個動作,就是要把上面休息 因為這邊好像有點凸出來 然後抓著,這邊用力抓著,然後抓對齊,然後從這邊把它剪成一樣長 之後就變成一條完整 你已經通過第一關了,第二關就看過了 所以接下來,接下來做一點其他的事情 我現在兩條生紙可能你剛才剪半天,剪不太一樣長 所以我現在剪成三條 從這邊剪下去 好,剪完之後變兩條 之後再把第三條對齊上來 從這邊剪下去 三條 好,真是一樣,還是不一樣長 麻煩你,再把它休息 一樣長了 終於變成一樣長了 一條繩子一樣長 兩條繩子一樣長 三條的繩子一樣長 你終於通過第三關給他鼓勵一下 終於變成一樣長了 好,現在要做的就是把 把繩子 把繩子呢 開始要做 把他打結,把他三條繩子呢 把他先打成一個結 一條繩子 這樣子 一條 第二條繩子 好,這個條繩子 打這個結的時候呢 是非常困難的 大家先忍耐一下 好,像這個樣子 緊接 好,現在就是變成了一條繩子對不對 好,其實跟我剛才的初衷是一樣 就是要把他變成一條繩子 所以接下來要做的事呢 很神奇 我只要 吹一口氣 這兩個結呢 就會掉到地上 變成一條繩子 很神奇吧 通常這個時候 觀眾都會說 欸,怎麼會這樣 欸,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對啊,你這樣讓我很失望嗎 所以我再講一次 等一下我吹一口氣 這兩個結就會掉到地上 變成一條繩子 欸 會吧 來,仔細看喔 來 一 二 三 不要緊這樣了 好冷喔 好冷喔 然後這一段不好下去 趕緊 來 來 一 二 三 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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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結 換他連吹啊 你試試看 你試看 還是 沒有要笑我 你抓了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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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能我們要兩個 同心協力 來,一、二、三 不是要拉 沒有拉 沒有拉 沒有拉啦 可能 可能 雖然說是同心協力要做這件事 但是呢 因為我們距離太長了 這繩子太長了 所以 再把它剪短一點 大概 好 從這邊剪下去 之後呢 同心協力我現在距離夠短了吧 來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等一下 就是 協力我 Nine 已經出問題了 這個結的位置不太準 如果把它移到這裡的話 可能會好一點 在那邊 你換你說就該 現在這個節目就掉了